法官很會都是送禮物送花 對我來說都是正常的東西 是 所以對我來說不是不是 那你剛剛聽江峻講韓國的 你覺得韓國女生 覺得很可怕 沒有就是我們法官 不管你是大男人 或是不大男人 但是我們會震著女生 然後我們不會怕 對女生沒有面子 我們可能就是女生 就是 比方說她今天晚上 你可以請你所有的女朋友 來家裡吃飯 我會準備做菜 穿衣服嗎 哇 看她 好痛喔 好痛喔 不要穿 不穿也可以啊 好棒喔 這什麼趴 有些很多男生 很多官員都說 都是女生 沒辦法做這樣 沒辦法當服務什麼的 可是對我們來說是 讓女生開心 對 然後 你多跟江峻聊聊好不好 這觀念真的好正確 那我今天五個姐妹 就去比方說要吃飯了 好 可以穿衣服喔 然後可能 要獨立要去工作 那就是男生在照顧小孩 假設做菜什麼的 或者如果是女生在家裡照顧小孩 老公就是下班 一定會去超市買東西 再回家 然後如果老婆沒有準備東西 那她會做菜 所以就是 我們會真的在家裡平衡 然後就是大家都會做事情 平均分配 平均 對 因為我們很多人覺得 男生就是去工作 真的很辛苦 對 老婆照顧小孩 可是還是在家裡可以休息 可是其實照顧小孩 很累 對 所以就是法國男生 他們了解這件事情 對 對 平均就是在人家 真的啊 所以你看即使在家裡 他還是要一間扛起家室 他也不是說在家裡 就打電動 好吃懶做 這種男人去哪裡找 對 就是很貼心啊 對啊 他完全就是可以把家裡 那做菜背小孩這種 還不穿衣服 對 就是旁邊身上 真的很棒 所以你們在法國 也會就是早上看到很多男生 就是在背小孩 背小孩 背小孩 去公園 我跟妳講 最帥的男生的配件 就是小孩 對 他講完以後 妳覺得 對啊 講鮮肉色的 幫我們烤幾片肉 付個幾餐錢 對啊 還什麼 我們也可以自己 大國有時飛哦 第六名 我覺得你應該放第六十名 像我 聽起來法國男生都沒有缺點 對啊 哪好玩耶 而且我們恭喜第一名 就是法國啦 耶 好 那今天呢 因為我們台灣 故意沒有列在裡面 半引起一些爭議 對 所以我們第一名就是法國 最後一名 韓國要加油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午 謝謝大家 我們下午